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ES7的新特性 在ES7当中引用了一个数值的新特扩展 叫做命运算符或者叫指数运算符 大家看我PP当中是不是显了两个新号 然后我们学习一下命运算符应该如何去使用 我们还是先建一个文件 3-2 然后平进来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不用任何函数的话 我们怎么能求出一个数的命运算 比方说当前我想求出2的十四方 大家都知道2的十四方是计算机里面很常见 应该对应的是1024 如果我不用任何的函数 我自己怎么能求出一个2这样一个底数 对应的一个10这样一个指数得到的值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可以封证一个函数 比如说做POW 然后后面有两个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S 表示的是它的底数 第二个参数Y呢 表示的是指数 或者我们叫密数 都可以啊 大家看 既然我要求出2的十四方 那当我调用它的时候 我是不是第一个参数传的是底数 第二个参数传的是指数 那这边应该怎么求 这很简单吧 是不是定义一个结果 比如说是E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复运环 一个一个的乘上去 比如说I等于0 然后呢 I比如说小于Y I++ 可是换一下啊 这边我是不是只要RES乘等于S 最后呢 把这个RES移动回去 是不是就可以 在这边呢 我们输出一下对应结果 保存 当然第九行 是不是输出一个1024 OK 这种方式是我们自己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呢 实现一种指数的运算 那如果我们不想定义函数呢 其实在数学Math 这样一个内据项下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Math.Pol 这个方法的作用 就是用来求出一个数的指数运算的 它后面有两个参数啊 其实两个参数呢 跟我们自己封了好这个函数的 两个参数作用是一样的 第一个参数呢 表示的是底数 第二个参数表示的是指数 我们看 它反复的指数其实也是一个1024 这是之前的语法 你在ES7里面呢 命运算符 其实写法更加简单 比如说我想求出2的14米 那么2 然后呢 写两个星号10 两个星号前面的表示底数 两个星号后面的表示指数 我们保存 大家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时候其实更简单了啊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写法啊 如果比如说我前后没有空格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两个星号的前面和后面的空格 是无所谓的 但是注意 两个星号中间不能敲空格 大家看 我保存 你会发现 这边的语法是不是报错吗 对吧 他不认识这样的标识符 所以说注意 命运算符 两个星号相当于是一个整体 中间我们不能够把它分开 这个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的ES7 对于数值的扩展的一个方法啊 叫做命运算符 或者叫做指数运算符 它的表示方式呢 是两个星号 两个星号前面 是当前又计算的 这样一个数的一个底数 两个星号的后面 表示的是指数 然后我们强调过 两个星号是一个整体 中间的不能加空格 不能够把它们分开 这个命运算符的作用呢 其实完全等同于 我们Math对象下面的 Pow Pow 这样一个方法 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在ES7当中 引入的一个数值的扩展方法 叫做命运算符 使用两个星号去表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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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